一别两宽,各生欢喜,二百零二级 顾清涵,你这个疯子,你自己没赶量救人,也不让我救,你就是个孬种,莫夫,你这么怕死不如早点死了算了,我瞧不起你 高竹青的叫骂并不能激怒顾清涵,他甩下他站了起来,强忍着心疼,逼自己扭过头,不去看他 随便你怎么骂我都行,我所做的一切,只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,我可以对这世界上所有人冷血,但是高竹青,为了你,我甘愿赴汤蹈火 你现在不能理解我没关系,我相信总有一天,你会原谅我 顾清涵夺门而出,锁上了房门,高竹青拢紧衣服扑过去 顾清涵,放我出去,放我出去,混蛋,混蛋,混蛋 他激烈地拍打了很久的门,都没有一点反应,把自己累了个半死 糟了